直面太阳黑紫,欣赏高清晰月球表面环形山 这些精彩的项目都将在即将建成的上海天文馆中体验到 如今,这座世界最大天文馆的主体建筑已基本完工 转入整室工程全面建设阶段,预计2021年开放 天文馆是上海科技馆的第三个分馆 就上海科技馆,上海赞博物馆和上海天文馆 会组成一个科博物馆的集群 作为上海最重要的一个科博教育的一个场馆和基地 据天文馆建设指挥部总指挥星哥介绍 为还原一个真实美丽的宇宙,上海天文馆做了诸多准备 太阳塔可以在白天实现太阳的多波段观测 展现高清晰的太阳黑紫药斑等影像 一米望远镜可在夜间带观众欣赏极高清晰度的月面行星 天象厅的新型光学天象仪投射出高清度的模拟星空 将为观众呈现逼真的星空体验 因为天文馆它其实除了那个我们的一些理论研究 一些数字模拟之外呢 它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是一个实际观测的一种科学 所以在上海天文馆呢 我们会有两台比较专业的天文望远镜 要说是在科普领域是最专业 就是级别最高的一个望远镜 悬浮在空中的直径29米的球模影院 200多米长的旋转步道 上海天文馆的建筑设计也颇为独特 其外形不仅展现了天文学概念 更与轨道周期紧密相连 使整个建筑成为一件天文仪器 能够跟踪地球月亮和太阳在天空中的运动路径 新歌表示 上海天文馆将通过多元化方式 帮助观众塑造完整的宇宙观 观众可以通过数据可视化 AR VR生物识别人工智能等技术 参与互动了解天文科学知识 深入勾仿真场景 沉浸式的体验宇宙空间环境 在天文数字实验室参与体验前沿研究 在新闻会客厅追踪天文热点 在中华问天聆听院士讲述科研故事 更多精彩进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